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是泰湖南部两个著名的岛山 湖阔山寿,物产风瑶,风景以丽,素来都是江南游览性地 但是泰湖又不是洞庭湖,为什么这两座山的名称会加上洞庭两个字呢? 原来泰湖之中有洞山和庭山两座小山 在这两座小山以东的就称为洞庭东山,以西的就称为洞庭西山 洞庭东山俗称东山,古时称为衰武山 相传徐朝莫熙将军曾经在这里居住,因此又称为莫熙山 东山坐落于苏州城西南三十几公里,在泰湖的东南端 东山的自然环境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背山面湖,群联蝶翠 满山花果,四季飘香,被誉为江南的花果山 真正是四季好花常开,八折鲜果不绝的地方 尤其是十月所出产的吉,更加是万山遍野生长 在深绿色的树林之间,就好像挂起盏盏红灯 难怪当年在苏州做刺史的白居易,就曾经为他写下生动而形象的诗句 首诗说 水天向晚逼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浸月冷波千颈连,包伤新吉,万珠金 洞庭东西山的吉,在唐代已经文明全国了 当时曾经流传一个说法说,吉非洞庭不甘 据一些资料记载,唐太宗每年在重阳节的时候 都要用新吉斥赠群臣,以兴吉利 而所用的新吉就是泰湖的祖吉了 因为其他产区的吉,通常在十月中都还未熟,不能够采摘住 泰湖的冬季相当温暖,很适宜吉树生长 但是有时会遇到很厉害的寒流,就会将吉树大批冻死 根据记载,在公元1112年,1329年,1480年和1700年 泰湖地区曾经四次遇到严寒,将洞庭东西山的吉树全部冻死 明朝城花16年,即是公元1480年那一次,因为吉树全部冻死 当时的宰相王傲因此写过一篇《吉方碳》 碳当然没用了,唯有拿起铁泥爬翻开冻土播下种子 年复一年伸勤培育 几十年之后,吉树又再遮山丐岭恢复元气了 除了吉之外,东山的茶叶也是名阳中外的 这种茶叶就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碧罗春 碧罗春已经有千多年栽培历史了 据泰湖秘考记载,早年东山人朱正元在碧罗峰的石碧那里採摘了几棵野茶 发现香味惊人,当时改名做客杀人 客杀人是苏州俗语,表示香气十分浓郁 客杀人可以说是碧罗春的先驱 此后,众口相传就成为名茶了 到了清朝康熙三十八年,即是公元一六九九年 康熙皇帝南巡到泰湖,巡护送乐进献这种茶 康熙觉得客杀人这个名不雅,于是刺名为碧罗春 不过,苏州民间就传说碧罗原本是一个瑜伽姑娘的名 碧罗春这种茶叶是为了纪念碧罗姑娘而命名的 据说,有一年东山莫尼峰上面妖精作怪 接连有几个潮夫上莫尼峰斩柴都回不了 当时那些老百姓都不知道妖精到底是怎么来的 但又没有人敢再上去,于是就将莫尼峰当作禁地 当时有个瑜伽姑娘叫做碧罗,这位姑娘性格挖强,胆又大 她很想看看那只妖精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 有什么妖术,所以人家不敢去吗?她就偏偏要去 这一天,她打完鱼就想莫尼峰斩柴了 好累啊,坐下休息一下 一会儿风吹过来,真是舒服了 这里的景色很漂亮 开满了桃花和梅花,真是漂亮 哪里像是妖精出没的地方 我真是不信,是那些没胆的人胡说 好香啊,是什么花这么香呢? 哇,真是好香 让我去找一下 看看香味从哪里传过来 头怎么那么均匀 嗯,会不会是被香味弄到头暈呢? 还是,难道真的有妖精作怪? 好,让我看看你躲在哪里 嗯,香味从那边传过来的 让我走过去那边 嗯,没错了,香味越来越浓 咦,在前面懸崖的石垃里 有一棵绿油油,闪闪亮,生气蓬勃的野树苗 哇,真是让人喜欢了 走近看一看才行 咦,为什么呢? 越来越近这棵树,香味越浓 糟了,我的头像越来越重 嗯,一定是闻了香味了 我还是先捏着鼻子 嗯,我整个手都是鱼腥味 反而黑制着那些香味 真好了 脑果然清醒了很多 早知是这样,我就带鱼来 现在,我终于知道不是什么妖精作怪了 原来毛病呢,就是这棵树泛杀出来的香味 唉,真是吓死人了 好,让我拿把刀来斩了它 免得它再害人 嗯,嗯,都是不好 斩了它很可惜的 我都不舍得 不如这样,挖了它出来 带回到鱼船上就更好 鱼船上的香味很重 就不怕会伤害我 好,就这样做 唉,今天风又大,浪又大 浪了很多力,才能杀好这个鱼网 唉,累得我全身汗了,又口干 嗯,快点喝一口水 咦,我的茶壶呢 哈,放在那棵树旁边,让我过去拿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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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唉,好了,唉呀 那茶壶忘了盖盖 如果倒捨了,就连水都没得喝了 唉,快点喝一口 唉,舒服,真是舒服了 唉,唉,唉,今天水特别好喝 而且满口清香 唉,唉,奇了,茶壶里面的是什么 哦,是几片香树的叶 一定是风吹了叶子在茶壶里面 噢,想不到这些叶子浸了在水里面 那么清香的哦 噢,原来这棵树仔移植了之后 水土变了,毒性都没了 既然是这样,我再将它移植在山脚下面 于是,碧罗姑娘就带着一棵小树 来到洞庭西山的徐石山山脚 一个没有人住的破岩道 将它种在天井道 每日都留下一些鱼仔在树边 防备树的香味伤到人 那么经过几年的细心栽培之后 天井道就掌满了这种小香树 那些香味吸引了附近的伦理 碧罗姑娘还将树叶採摘下来 送给大家冲水喝 喝过的人个个都清赞 又一次,碧罗姑娘採茶归来 正好阴雨连绵 如果不想办法的话 一大堆树叶就会霉烂 于是,碧罗就将那些树叶放在锅上炒干之后再送给人 出乎意料之外,炒干了的树叶 竟然比较没有炒过的更清香更好喝 又可以长期保存 何时想喝就何时拿出来冲 非常之方便 从此之后,炒茶叶就风行起来 一直流传到现在了 后人为了纪念碧罗姑娘 就将这种茶叶改名做碧罗春 而且没多久后就被大家栽种起来 不用几年功夫 就种片整个洞庭西山和东山 而且经过几次移植 它的香味也不会再分死人 洞庭东山的果林花雨虫中 有一座银堂叫紫金银 这座原本金黄色的银堂 高居在万六丛中 好像一顶金色的皇冠 银堂里面有金贵玉兰 称为金玉满堂 相传已经种了八百多年 紫金银这里最有名的是一堂彩素罗汉 姿态生动,真是鬼苦神功 相传是南宋雕塑名手雷潮夫妇的作品 当地人一讲起紫金银 就自然要讲到雷潮的故事了 小孩子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你两只脚为什么会肿到雨黑 是被人打成这样的 谁打成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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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父母 不是,不是,我没有父母 我是个孤儿来的 那只鸟是被东家直财主打成这样的 好可怜 哦,这么可怜 东家为什么事要惩罚你啊 我这样的老伯伯 因为我不见了东家两只羊 所以被东家罚了四更天 哦,这个东家真是黑白了 不见了两只羊 照你受这么大罪 东家还说 如果再不见一只羊 就要用性吊我一晚了 哎,真是没人性了 那你以后小心点看着羊 老伯伯,我已经很小心了 我都不敢离开羊半步 就算下午,都不敢回去吃饭 只会择野果来吃 哦 不过,依然被那些野兽担走羊 我真是没办法了 哎,真是难为你了 哦,这么小,怎么看得这么多羊啊 那些野兽一定会成虚而入的嘛 如果啊 啊,小童仔啊,我有办法啊 啊,老伯伯,你,你真的有办法啊 是啊,是啊,是啊,我和你做几个泥人 放在草地的四周围 泥人? 每个泥人呢,手都拿着一只棍 他哥他好像想打人那样 那羊见到,就不敢到处走啦 那也会吓到那些野兽不敢接近那些羊了嘛 啊,好啊,好啊,老伯伯,多谢你啊 有了泥人呢,我就可以离开羊群,回去吃饭啦 果然,泥人的确很帮得手 而小雷潮也都利用空闲的时光来学做泥人 做下做下,花开花落 而他的泥人也都越做越似 几乎好像活生生的一样 据说后来,东家发现雷潮每天都可以回去吃午饭 而又没有不见到那些羊,以为一定是有人帮雷潮看样 有一日,东家趁着雷潮回去吃饭的时候 静悄悄地上山去找那个耗管闲事的人 准备给颜色的人看 于是,东家转弯抹角,鬼头鬼脑地穿出树林 突然,他发现迎面有一个凶神恶杀高举木棍 对着他屁面地打下来 他吓了一大跳,马上倒退几步 不幸竟然被树筋一框,跌了个四脚朝天 就此一命乌腹了 后来,雷潮会塑造人像的名气越来越大 这一年,他和妻子来到洞庭东山的《奸郎》 看到这里群山环抱,蒼蟲翠柏,鸟雨花香 内心十分高兴 而紫金银的当家法师杜宏 也久闻雷潮大名 所以款待雷潮夫妇格外热情 杜宏法师早就有心要塑造一堂罗汉 于是,和雷潮夫妇商量 雷潮夫妇也答应了 雷潮夫妇考虑过之后 决定塑造唐原庄翻译的《法注记》中的十六尊罗汉 这些罗汉要塑造得像真人一样 每一尊罗汉还要开相不同,性格各异,而且要用彩繪 于是,他们两夫妇就认真地研究《法注记》 虎虎揣摩罗汉的形象 他们仔细笃磨,反复商量如何塑造这十六尊罗汉 后来是整整用了十六年的功夫才塑造好 为了塑造罗汉,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有一天,雷潮要塑造杭龙罗汉,就和妻子商量 妻子问他 你要塑造杭龙罗汉? 这个罗汉既然能够杭龙,那一定要很威猛 那当然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表现他的神威好? 呃,应该利用他那些好像金刚那样的体魄 要令到他对手臂好像有千斤之力那样 但是,俗语说,画龙点睛 如果能够在罗汉对眼中做点功夫,可能会好些 这样啊? 是啊,有道理 如果能够将杭龙罗汉对眼,塑造到拱拱有神 然后让他紧闭嘴唇,正视青龙 这样反而更能够显示他的那种温身力气 是吗? 嗯,当然是啦 是啊,雷潮啊 跟着杭龙罗汉之后,你是否要塑造藐视罗汉呢? 那当然啦,既然有杭龙罗汉这么本领的人 自必然会有妒忌他的啦 嗯 我当然要将妒忌他的人那些神情都塑造出来 对你,你不要不记得啊,这位罗汉虽然表面上妒忌 对你,他内心一样佩服别人有本领的 嗯,唉,那就是高森 又要妒忌,又要佩服 神情应该是怎样呢? 啊,这样? 嗯 啊,又要这样? 不是,不是,不是,是这样才对 雷潮啊,你对着青铜镜做什么呢? 阴阳怪气似的 我听了你的说话,就现在在想 妒忌人呢,就应该这样,白眼相待 但是暗中佩服,又应该这样执目相视 嗯,那就是两重性格,两副表情 啊,雷潮啊,如果你能够将现在两副表情 塑造在藐视罗汉的面部,那就最好了 哈哈,娘子,你似乎好有见地 好,不如我再和你研究一下 伏虎罗汉应该是怎样塑造 伏虎罗汉? 嗯 人家塑造伏虎罗汉呢,多数都是高举伏虎圈 有些就拳对老虎,脚踏虎背 好像英明威武那样 是啊,不过刚才我们已经决定 杭龙罗汉就是用威严来征服恶龙 嗯 如果伏虎罗汉又是这样塑造 就未免乐于做兔了 你说对不对,娘子 啊,又是吧 不如这样吧,我们就用仁慈的方法 感化和纯服老虎 就好像劝人改邪归正 我想这样做法就可以与别不同了 啊,是,是,是,言之有利 果然,后来塑造出来的伏虎罗汉真是与别不同 是一个面带笑容的磁场老人家 颗头上布满皱纹 他扭着头,垂下眼皮 好像在那儿和老虎谈经说法 而那只老虎就好像一只猫一样乖乖地 有些山肖 全部都做得活灵活现 其中 还有个罗汉 普失而坐 眼睛邪视 静中有动 好像在那儿想着 有很多心事 还有两个罗汉 一搭一搭 好像在月色之下 一个讲经 一个听经 一个讲得有声有色 一个听得入了米 这两个就成为一组影月谈经的数像 而紫金银有了这一堂罗汉 那无怪乎会那么出名